键盘是最为常见的输入外设之一 本实例将用一种由16个按钮开关按4行乘4列排列的矩阵键盘 这种键盘也称为薄膜键盘、面板键盘等 为了方便操作,矩阵键盘上16个按键分别印上了1、2、3、A等字样 16个按键实际上就是16个按钮开关 每行有4列开关,共有4行 正对着键盘,其8个管角分别为R1、R2、R3、R4、C1、C2、C3、C4 R1到R4是行线,C1到C4是列线 每一行的4个开关的公共端形成该行的行线 每一列的4个开关的公共端形成该列的列线 任何一个按钮开关都跨接在某一行线与某一列线之间 如果开关被按下,则其所在的行线与列线短路 比如按键1按下时,R1与C1就会短路 再比如当按键8按下时,R3与C2短路 所以,只要检测是哪一行线与哪一列线之间短路 就能判断出被按下的按键是哪一个 比如检测出R2与C4短路 可推出是第二行第四列位置上的开关被按下 也就是按键B 矩阵键盘引脚上的八个排孔插座 可以很方便地与排针或杜邦线相连 使其成为单片机系统的人机交互设备 又会不会停止 看到的 可以 这是 您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